大家好,这节课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REACT 首先你看到的是一个REACT的官方logo REACT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编程思想或者说编程方式 比较REACT大家应该听出过很多相关的技术点 比如说REACT-GS是我们可以用REACT的语法来编写一些网页的交互效果 REACT-Native可以让我们借用REACT的语法来编写原生的APP应用了 最近我们也会听说REACT-VR或者说REACT-360 我们可以在REACT的语法基础上去开发一些VR或者说全景应用了 我们的课程主要讲解的是REACT-GS部分的内容 但是在听完这门课程之后 如果再去学习REACT-Native这样的技术战时就会比较轻松了 因为他们的编程思想都是一致的 REACT-GS是由Facebook在2013年5月开源推出的一款前端框架 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函数式的编程风格 这个我们先简单的有个印象 后面写代码的时候大家会有明显的体会 目前REACT-GS是全球范围内使用人数最多的前端框架 它也拥有全球范围内最健全的开源社区 REACT的文档资料也非常的完善 但是中文文档的更新一般会有所滞后 所以我建议英文不错的同学呢 直接阅读英文文档 我们打开文档来看一下 react-GS对应的官网网址是react-gs.org 进入到这个网址我们点击docs 进入到文档目录 在这里面大家可以自行阅读 installation到FAQ这部分的内容 如果大家能把这部分的内容阅读清楚 实际上你对REACT的一些基础语法 包括一些底层的原理都会有所掌握 我也建议大家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 自己一边听视频一边过来查文档 回过头我们继续来说 react-GS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 最新的16.3.2版本 我们会把16之后的react-GS 称之为react-fiber 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 在16版本中 react的底层在事件循环中 加入了优先级等一些概念 可以利用事件循环的一些碎片时间 执行一些高优先级的用户交互 提高react-GS使用过程中的用户体验 所以以后大家再听到react-fiber这个名词 您该知道它指的是react-16版本 或者16版本中的一些底层实现 说到react-GS 很多同学会拿它与最近很流行的view-GS框架 做一些对比 那在项目架构时 我们什么时候选用react-GS呢 我个人认为react-GS相对view-GS 它的灵活性更大一些 所以处理一些非常复杂的业务时 你的基础方案会有更多一点的选择 而view-GS呢提供了更丰富的API 实现功能会更简单 但是因为API多 所以它的灵活性就有一定的限制了 我个人在做一些复杂度比较高的项目时 更倾向于使用react-GS 而在做一些面向用户端的一些 复杂度不是特别高的项目时 用view开发会更爽一些 当然这里要做一个澄清 view-GS一样可以做非常大型的项目 具体选用什么样的框架 大家还要结合自己 对不同框架的驾驭程度 和业务复杂度来做一个综合的权衡 那这节课关于react-GS的一些基础介绍 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